大家在查經時覺得這些工具 寫一二三四、寫字咀、寫神的恩典 紅色,如果沒有紅筆就找個三角 然後我們應該做的四方形 綠色,好像樹葉長大 然後我們沒有做到和指責的說話 就是藍色,紅色和藍色相反 媽星經理可以這樣 紅色是恩典,藍色是律法和指責 綠色是我們要遵從的,都是律法 不過是我們應該做的 藍色是指責的 大家在查時,你覺得困不困難和有幫助嗎? 有幫助,大師的說是怎樣幫助呢? 要分得清哪些是神的 然後哪些是我們做 然後哪些是指責定罪 分得很清 分得很清 對於你明白經文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任何方法,只要你把經文分析 是有幫助的 這是第一步我們想做的 第二步就是在裡面發掘神的屬性 以及我們應該做的事 這次我會做這件事 好,這句經文我們一齊讀 放請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 監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地球 我們曉得凡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替聖的人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這個經文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經文 我們在裡面去看看 首先就是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 就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人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 這是在26節所說的 這裡就說到我們軟弱 軟弱通常人的反應可能是 就是看少不理會 但是聖靈的反應是甚麼 聖靈的反應是甚麼 幫助 即是說聖靈是接納 這就是神的屬性 就是人有軟弱 人未必喜歡的 但是神的反應就是 他看到人有需要 他一定會關心 他會去幫助 接著他就說到幫甚麼了 就是我們不懂得甚麼 不懂得討告 然後後來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人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 這個說不出人的嘆息是要解釋的 要解釋的 鑰匙在哪裏 就是我們本不曉得當就人的討告 這就是我們本來不懂得如何討告 即是說 你不看後面 即是說後面應該說到甚麼 我們不懂得如何討告 即是後面應該說甚麼 就是聖靈 現在聖靈討告 對 即是說聖靈給我們幫助 對 即是等於聖靈 對 即是等於聖靈 即是我們本來不懂得如何討告 即是說下面就是聖靈怎樣幫助我們 他幫助的方法就是 親自用說不出人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這個嘆息是沒有解釋的 沒有解釋到到底是怎樣嘆息呢 即是到底聖靈是坐在天上 自己在那裏 唉 這樣 這是一個心中嘆息呢 那他解釋這件事由哪裏去判斷呢 就是由我們本不曉得當就這樣討告 我們本來不懂的 那即是後面呢 就說到聖靈怎樣幫我們討告 是吧 應該就是這樣 按照邏輯 我們本不曉得當就這樣討告 跟著後面就說到聖靈怎樣幫我們討告 那他就說到那個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他用一種說不出來 不能夠說得出來的 unspeakable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那所以這個嘆息是在天上 還是在我們心中呢 為什麼在心中呢 如果他在天上呢 就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沒有關係 他在心中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他的嘆息 他的嘆息 聖靈的嘆息會產生什麼呢 可以有時候是內疚 有時候是 總之他的心 在我們心中激勵我們 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因為他回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不懂得祈禱 好 那聖靈呢 就用一個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討告 是 其實說不出來的 那個含義是嗎 因為如果我們中文說說不出來 其實有時候是 我不懂得怎樣表達的 就是 那這裡是聖靈 我想聖靈會不會 不懂得表達的 不是聖靈不懂得表達 是我們不懂得表達 一種不可言語 不可用言語形容的一種的溝通 是 如果說不出來的嘆息 其實我想到方言 其實算不算是 還是 這是另外一個說法 不是方言的一些東西 OK 聖靈可以用方言 不過是否限於方言 這個經文 不限於 有些人說這個就是方言 但是 這個不是唯一的方式 總之 我們不懂得祈禱 聖靈在裡面 就發出一種的感動 他一種 他的意念 譬如我們犯罪 他的心裡面 他就嘆息了 或者我們應該做的事 沒有做 他就在裡面 發出他的嘆息 他的感動 就會推動人去做 在外外祈禱 究竟是人 數不出還是 即是 是一種 寶來形容 是一種 靚度 都不懂得形容 是一種很難形容 我到底怎麼做事 總之 他在做事 我說不出 耶穌所說的 風除日之出 你不知道風在哪裡 去哪裡 但是你聽到風的響聲 就是 人說不出 人說不出 不是神說不出 我們犯罪之後 我們會知道 聖明知道了 就是 自己在那裡 工作中 你算不出 然後提醒我們 我們是完全不用做事 是不是 不是完全不用做事 不要搞錯 首先我覺得 我覺得未必是犯罪 因為你剛才說 你犯罪之後 未必跟犯罪 人類犯罪之後 的意思 是嗎 是你講的 是嗎 這個你講信主之後 這個是信主 但是人類犯罪 就是阿當下巴犯罪 阿當下巴犯罪中心 這個祈禱 這個說不出的探釋 是未必跟犯罪有直接關係的 有 是嗎 包括 包括 但是不是 只是一個比喻 不是 純粹是跟犯罪有關係的 就是包括在犯罪的時候 和神要感動我們的時候 神要帶領我們的時候 神要改變我們的時候 或者神發出他的感動 或者是喜樂 因為 雖然他是用探釋這個字 但是 很多時候是聖靈感動 我們要去改變 不過也都有時候 就是聖靈可以發出喜樂 就是這個都是改變 由我們改變的 因為它的字面說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的探釋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聖靈 用說不出的探釋 那 那 那會用說 用一種我們不能夠言語 不能夠解釋的一種 那種的探釋在外裏 他就在那裡為我們祈禱 就是聖靈在那裡不斷在心裡 一直發出他的祷告 大家說不出的意思嗎 其實神與人有一個高度的聯合 這個 在神學上叫做mystical union 就是神與人有一個很高度的聯合 這裏是講到其中一個高度的聯合 的經文 就是說 其實我們 這裏講得不懂得討論 那你現在說 我現在也懂得祈禱 因為我們已經在神裡成長了 但是當一個人未曾信耶穌的時候 他的心是與神相連的 那聖母呢 當我們聽聖經 有人敢 就是聖靈 神的話語 發出神的靈就感動 就教我們去回應神 你發覺 未信耶穌的時候 祈禱和信耶穌之後是不同的 未信耶穌的時候 祈禱就是什麼 神哭死了死了 我應該很急爛 快幫我吧 就是他祈禱 但是當你信耶穌之後 給他一張 我們就會感激神 就會倚靠神 信靠神了 就是這個聖靈產生出來 有信心的佛國 相信這個神是真的 這裏講的是我們祈禱 就是聖靈替我們祈禱 這裏有講到聖靈替我們祈禱 不過也有我們祈禱 為什麼呢 你又看回經文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然後就是聖靈替我們祈禱 就是可以理解 聖靈有感動我們祈禱 聖靈也替我們祈禱 就是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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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聖靈帶著祈禱 這個經文 同一個修裡的經文 就是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他的尾言 你們立心去做 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他的尾言 而另一個經文 就是歌文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我們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一種高度的合作 而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是 你們立志 和走出來 你們立心去做 遵從神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我們立志還是聖靈立志 例如你立志傳呼音 我立志去幫這個人 是我們立志還是聖靈立志 是我們 因為他說是你們 但在立志的時候 其實是誰做功呢 神做功 那我們有沒有份呢 有份 就是這個神和人的合作 就在菲律比書二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而是活著的 不再善我 反正基督在我們活著 就是這個合一 就是這個高度的合一 是一個很美麗的合一 而這裏也說出這種合一 我們不知道怎麼祈禱 聖靈在裏面就發出這種討報 也都暗示 即是跟著我們就祈禱了 即是我們祈禱的時候 其實聖靈一起祈禱 因為聖靈驅動我們去祈禱 你說吧 但如果看第26節 其實是沒有講到我們祈禱 沒有 聖靈驅動我們去祈禱 我們怎樣憑什麼說呢 我剛剛講完 本不曉得當怎樣祈禱 那下面應該是 應該是答我們就去祈禱了 是不是 我不是這樣理解 我們不懂得祈禱 所以聖靈代我們祈禱 我可以這樣理解的 這兩個人 如果自願 但當然可能 可能要看回原文 或者用另外一個經文去支持 我們都是祈禱的 但如果我看這個經文 我就會這樣理解 我們不懂得祈禱 所以聖靈代我們祈禱 那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有軟弱 即是有軟弱的時候 聖靈代我們去祈禱 即是不軟弱的時候 就是自己祈禱 即是這樣 如果有這個意思 因為它的重點是有軟弱的時候 聖靈就會主動幫我們 即是有軟弱的時候 OK 即是你只是說到有軟弱的時候 其實沒有軟弱的時候有軟弱 就是自己祈禱 所以就好了 我想問你們的邏輯 可以想一下 OK 你們這樣思考是非常好的 因為這樣思考就會引致 你可以越來越達到結論 最重要這件事很重要 千萬不要 軟弱和軟弱都會很高 軟弱都很高 但是軟弱更加需要的觀眾 因為自己幫不到自己 軟弱就是那次 我可以這樣講 即是這個 這個想法可以的 但如果我回到經文 這段經文就沒有這麼說 我們用這個經文去延伸這個 這個論點 不是OK的 只是我們討論 OK 好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謝先生剛剛討論的 就是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軟弱弱的時候 聖靈之為你祈禱 還是 他這個說 不是當我們軟弱 況且我們的軟弱 即是說 到底是說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軟弱 就是聖靈幫我們 所以其實這個講到 未必是說到 我們有時而入夜 我們本身就是軟弱的 原因為何我會說 26節下半部 雖然只是說 聖靈替我們祈禱 OK 好 我們先討論 聖靈替我們祈禱 但是 因為上文是說 我們本不需要怎麼討告 難道 難道 聖靈就是為我們祈禱 接著我們就不祈禱 即是 我們不懂得怎麼祈禱 那就聖靈做完了 我們不用祈禱 這樣 這個不是聖經的觀念 所以 是有一個含意 就是聖靈感動了 這個說不出來的喊息 就會激動我們都會去祈禱 即是我們有罪了 聖靈就會感動我們之罪 就會叫我們悔改 當我們感恩 聖靈又感動 我們去感恩 當我們懶惰 聖靈又感動 我們去全虎心 這就是聖靈說不出來 嘆之一個改變我們 我或者可以這樣理解 他說我們管不條德 即我們是本來不懂的 但聖靈為我們祈禱 其實背後有一個含意 就是說 之後我們便會祈禱 本來不懂的 即是他替我們討告以後 接著我們便會有這種意念 所以便會產生這種意念 OK 接著27節 監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監察人心是誰 神 神是懂得聖靈的意思 由下面 聖靈就照著神的旨意 在聖徒祈求 在聖徒祈求 接著到最後講過 神懂得聖靈的意思 聖靈就照著神的旨意 其實兩句說話 某程度是相等的 不過 他便解釋 神懂得聖靈的意思 為甚麼 因為聖靈不是自作主張的 聖靈是會照著神的心意替我們祈禱 所以我們便知道 聖靈就不像走去不知哪裏 而是他真的會跟著神的心意祈禱 所以聖靈帶領的祈禱 是會合神的心意的 在上面有說到的 聖靈帶領力報告 接著 28節 其實這裡我們看到甚麼 神的屬性呢 就是他看到人的軟弱 他是關心 他是很注目 他很願意付出 他是會入了我們的心 影響我們 他跟我們有高度的聯合 但與主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以主成為一利 對不起 死不死 但與主聯合 即是我們跟神有個高度的聯合 神是住在我們裏面 他便能夠在我們裏面這樣感動 而神和聖靈也是相通的 所以當我們在聖靈感動之下 亦都是與神相通的 即是一個高度的相通 好了 28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一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那就是萬事包括甚麼事呢 所有事 即是包括順利的事 以及不順利的事 就算有時一些意外發生 神都能夠 即是神在這些事情中互相效力 那麼 在希臘文中 有些有版本 是有的 因為希臘文都有不同的抄本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 因為 舊約 希伯留文 就是有一個文詞的系統 非常之小心嚴謹去抄寫舊約聖經 所以舊約聖經的抄寫傳遞是非常準確的 新約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新約教堂是被迫伯的 他們被迫伯 接著就得到一卷聖經 於是 他們都不會找阿茂受去抄的 都是一班 比較信仰穩定的人 或者都會有些訓練 去抄寫 不過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抄寫一本書 你抄寫一本書 你會不會抄錯呢 是可以的 他們就發現這樣的 當有一個古卷去到某個地方 譬如去埃及 埃及的那些抄寫 那些埃及的抄寫 就多數跟回這個埃及的版本 就好像去到那個 每個都跟回這裡 在另一個地方 又跟少許的差異 那些差異 是不足以有神學上的分別 就是不是足以的 全部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字眼 所以我們感謝神 其實西約聖經 在這麽困難的情況 受迫伯的情況 依然的傳遞 非常準確 好了 這裡就是講到 有一些古本 是有神在萬事中 就是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神在所有的事情中 做功叫愛神的益處 那這裏有什麽意思呢 其實這裏很厲害 因為呢 你想想我們發生的事 是真的千奇百怪 什麽都有的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古靈精怪的事 忽然有人做一件事 在我們身上 但是神可以在這件事上 做功以至對我們有益處 到底祂怎樣能夠做這件事呢 是我們想像不到 但是我們想回我們的生命 我們發覺 可能被人傷害過 但是後來學得了倚靠神 倚靠神 倚靠神反而成長 或者被人裁員 後來發覺 我自己有些事做錯 我以後不要這樣 我就改變了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所以遂耶穌就是因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受傷害 後來聽到耶穌的心裏 就覺得很好 即是說那個困難令到遂耶穌 很多人都是困難到遂耶穌 我將萬事推去一個極端的事 譬如希特拉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我便是神的作供 OK 因為萬事 沒錯 在萬事中 其實在希特拉殺猶太人的事上 神一樣做供 神一樣是叫人有益處 殺人的事是無益處 但是這件事發生會令人反省 反思 我們不知道 因為當時來說 不像我們現在 現在有很多猶太人和異教徒 他們祈禱 神就向他們顯然 到底當時有多少猶太人 在這個急難的時候 呼求神 耶穌向他們顯然 結果祈禱耶穌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到了天堂 我們便會知道 可能帶來很多益處都未定 但他本身殺人 即只是殺人這件事 本身是有益處的 但是神會在殺人的事上做供 而是有益處的 或者我這樣想 在中間都保守了 否則太人便可以滅族 他沒有民族 是 OK 那麼 所有事 叫愛神的 得益處 有個宗事 有個宗事 宗事可以用個什麼 等於 那什麼人有些主張 即愛神的人 就等於按祂子已被召的人 按照祂子已被召的人 這個被召的人 下面三十節有提到的 其實下面就解釋這一節 按祂子已被召 是什麼意思 就是預先知道的人 預先知道 有些人的意思就是這樣 神耶穌知道你乖 你聽話 你算耶穌 你聽話 於是他便選擇你了 這個定下 其實是pre-destined 是選擇 是神定了 選了一些人得救 這件事在神學上 有個很大的衝擊 是的 我在神學上 我就發現 當我讀神學的時候 我就非常之迷惘 為什麼呢 他就說到有 有嘉義文的神學 John Calvin 然後有Aminius 他的學生的神學 也到後來我就接觸到 路德會的神學 我稍後就會說到 這種分別 到底分別在哪裏 所以你聽完今堂 你可以知道 原來三大神學的主流 神學背景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先照經文解釋 不去說什麼 只是照聲明說 他越先知道 他就越先定下 他發他兒子的模樣 其實聖經講 到底是否人乖 所以神又挑選他呢 在儀福所書第二章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活過來 是我們死在罪惡過犯 不是這個人乖 所以按照聖經 譬如 我真的知道就知道 第二種就是 認識 所以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是那個意思 我跟你們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 是講到 他以前已經認識的人 怎樣認識呢 我不知道 總之神是認識我們 就是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當我聽到耶穌的時候 我有感覺 好像跟神是很熟悉的感覺 就是好像有一種很特別的 他不是很陌生的 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 就是神認識我們 我們也會有一種認識神的心 有些信耶穌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歷 在信耶穌的時候 覺得好像跟神不是那麼遠 一下子好像發掘 原來我們跟祂的關係那麼密切 接著他就預先定下 這個就是Predestion 他簡選了我們 效法變兒子的模樣 這個意思 其實是包含了救我們 然後將我們的生命改變 叫我們跟從耶穌生命的方式 令到耶穌在很多長子中 在弟兄中在長子 也告訴我們 就是耶穌跟我們的關係很密切 即祂是什麼 大哥 我們呢 弟妹 這個身份也很特別 是不是很特別 很親切 我們是祂的妹妹 我們是跟祂有密切關係 好了 祂知道 祂就定下Predestion 然後呢 他定下的人又會做什麼 召他們來 就是呼召 什麼叫呼召呢 有人向我們傳呼音就是呼召 就是叫你來 叫我們來 叫我們來 叫你的人又怎樣 叫你的人又怎樣 清義 清義為義 清義是什麼意思 他本身不是義的 不過神算你為義 就是神用祂的義圖遮蓋 當你是義 因為遮蓋了所有的罪 洗了所有的罪 當你是義 但我們不是真的義 然後稱為義的人又怎樣 得榮耀 就是得榮耀呢 生命的改變愛心 這些都是榮耀的 而到將來就更加榮耀 所以這裡這幾樣東西 可以用什麼 用什麼 用什麼方式 數字 是不是 有幾樣 第一樣就是 預先之道 第二呢 定下 定下 阿佛生如是往藥 主要是定下 第三呢 召 第四呢 稱為義 第五呢 是得榮耀 好了 大家看看我所畫的圖 我想說這個方式是沒有絕對的 不要緊的 你畫出來不同 一樣 沒有所謂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讓我們分析經文 不要不斷意思 其實我們首先發掘意思很重要 我們再看看 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這裡呢 就是 你看到我有兩個箭嘴 一個就是 軟弱 帶來聖靈的幫助 因為我們軟弱 聖靈就來幫助我們 所以有一個小箭嘴 向右邊去的 然後有一個對立箭嘴 這個對立箭嘴 我意思就是指道是對立的 就是什麼 軟弱和聖靈是對立的 本來是對立的 但是聖靈現在幫助我們 以致我們的軟弱 不成為我們的難助 神會幫助我們 所以是對立的 但是你是不是這樣畫 沒有所謂的 OK 我們 軟弱是藍色 藍色的 聖靈幫助是紅色的 又不曉得我們是藍色的 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 應該祈禱的 綠色應該做的 但我們綠色做 不過呢 神就會做一件事 後果就是 聖靈親自用說筆出來的嘆息 那嘆息是做什麼呢 是替我們祈禱 所以我弄了一個等號 就是它的嘆息 在為我們祈禱 這個落章詞 是為我們祈禱的 我們正先所說 我知道這個祈禱在我們心中 因為我們不懂得如何祈禱 所以暗示下面就是如何懂得祈禱 而聖靈如果在天上祈禱 嘆息跟我們無關 所以它是在心中 傳遞這種的感動 以致我們的心中 會感受到它的感動 所以這個嘆息 就是在我們心中 一直發出它的討告 然後因為上文說到 不曉得當中的討告 所以一個含義就是 我們都會跟著祈禱 聖靈發出這個嘆息 監察人心的 就是聖靈的意思 因為有兩個東西 所以我寫一二 都是紅色的 這個監察人心就是神 懂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 其實這裏也可以有一個箭嘴 箭嘴是倒轉頭 就是倒轉頭 因為聖靈照著聖靈 神的意思 祈禱 替聖徒祈禱 那他因為是因爲 因爲是後果 是因爲 對不起 因爲是原因 因爲是原因 後面是原因 前爲是後果 前爲是後果 所以他墊了在讀文寸後 因爲 大家明白嗎 即是說 我們信耶穌 因爲神感動我 是吧 我們信耶穌因爲神感動我 神感動我 我信耶穌因爲是墊了讀文寸 不過不要緊的 你畫錯了我的所謂 總之你分析 是有前因後果的 因爲聖靈祈禱 不是亂祈禱的 它是照著神的心意祈禱的 於是 監察人的心 就懂得聖靈的意思 這跟上路的關係 就立即說 聖靈的祈禱 不是亂弄的 是有意思的 是有目的 是會幫到我們 因爲他照著神的意思 是最好的 有28節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下力 那我就說 其實有一些古本 就是神在萬事中作供 叫萬事叫我們得益處 我們就有個字咀 就是說 萬事都令到我們得益處 互相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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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work together 一起做供 叫後果 叫愛神的得益處 就是帶來的後果 在所有的事中 神做供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什麼呢 是說說愛神的人 就是按他自肥召人 所以我們有個等候 在這裏 就是這兩個雙等 就是神所指呼召的人 就會 叫他得益處 OK 好了 29節 然後解釋到這個 預定 所以待會我會講 預定論 解釋到這個 因爲他預先 知道的人 他知道了 第一 他接著有個戰爭 他就會預先 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榜樣 這個定下就是神的因典 效法是誰效法 我們效法 所以是綠色 我們會效法 他兒子的榜樣 這個因典 他就會定下 我們效法他的榜樣 然後跟著 就令到他的兒子 在這麼多特影中 做掌子 帶來這個效果 由第三十 如是定下的人 就召他來了 這是第三項的工作 他會召他來 召就是呼召 就是傳呼音 呼召我們 也有另一個呼召 就是呼召我們侍奉 聖經也講到 神呼召不同的先知 士徒 去侍奉 召我們這裏 也都可以召我們信主 召來的人 又稱他為義 本來我們都有罪 但是神 算我們為義 將他義無奸 我們身上 千萬二的人 又叫我們得著榮耀 我們可以得著榮耀 整個人的生命 充滿神的榮光 神的喜樂 愛又榮光 好了 這裏 有什麽是神的屬性呢 神是憐憫的 祂很想幫我們 祂接納我們的軟弱 祂會教我們祈禱 祂會能夠在我們心裏做功 祂會能夠 將我們生命完全改變 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祂將這個心意放在我們心中 為我們祈禱 而祂能夠做功 這些愛神的人 祂會做功以致 我們個個都得益處 凡事都得益處 那我們有什麽行動呢 我的行動就是 聖靈感動 我們就隨時留意了 譬如我很多教導 都是我在祈禱的時候 有時候我預備講章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一些意念 我給了一個 我就放在記憶裡 因為我很喜歡神的東西 神給我意念 我就會記實 有時候一下子 就彈出一個意念 我會一直記實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 神給我們感動 神聖靈在裡面發出的感動 我們便會回應 千萬不要消滅聖靈感動 要是消滅聖靈感動 我們便將神這個渠道阻塞 但如果我們歡喜接受 就越來越通了 越來越得到神的啟示 但是如果神的啟示 是很難做到的 即不是一時三刻 耶穌說什麽呢 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的淡只是輕散 我們不是一下子做到了 但起碼我們向著方向去 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親近神 有一個生命便可以做到 最主要難 就是沒有生命 例如沒有喜樂平安便做不到 但有喜樂平安便做到 但如果你是做成 做成功呢 那就當然要有很多步驟 但是開始做是不難的 而神在我們生命中是做功 就是祂指意呼召我們 所以我們有這個呼召我們 便很感謝神 下面就講到神的恩典 祂一早已經認識我們 一早已經定義要救我們 祂已經有了計劃 祂呼召我們 祂叫我們稱我們為儀 叫我們得榮耀 我們就對這個呼召是真誠 是不看小神的呼召 是感激神給我們的呼召 下面就講到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上面的行 聖靈耐性光軟弱的人 聖靈將他的感受全給我們 聖父和聖靈是相通的 聖靈知我們需要而討告 神在辦事作功祝福我 這裡講到什麼呢 聖靈很耐性光軟弱的人 他接納他們 聖靈將他的感受 藉著無言的嘆息 說不出來的嘆息傳遞給我們 聖靈是革查人生的認識聖靈 聖靈又按照神的心意 所以他們是相通的 而聖靈是智慧的需要 相通的重要是什麼 就是祂就知道我們需要而討告 祂不是亂來的 祂是按照神的心意的 而神就能夠在萬事中做功了 神能夠在這道經文 給我們看到一種很高度的合一 就是祂在我們裡面感動 祂又能夠在我們做的事上 去叫我們得福 神就叫愛神 得益處 然後就會得到神給我們益處 神預先認識和揀選我們 祂預先認識和揀選我們 叫我們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祂的模樣是非常好的 我們就會出喜樂平安力量 然後祂就呼召我們 又稱我們為義 又叫我們得榮耀 所以當你看完這個經文 當你這樣查完 你不要記得裡面的意思 你會記得 裡面第一 我們的軟弱是怎樣的 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來是怎樣的 不懂得怎麼祈禱 但是聖靈是怎樣的 跟說不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 而監察人心的是怎樣的 他們認識聖靈 因為聖靈是照著神的心意來祈求的 而神也在萬事中作供 叫什麼人得益處 愛神的人得益處 然後說到這個呼召 這個呼召就是 他預先知道的人 他就預定他能夠效法他的兒子 知道的人 他就會預定他 第二就是預定 第三就是呼召 第四就是清義 第五就是叫他得益處 叫他得益處 那時候經文就會很清晰 亦都可以越來思考 越來越深入去了解 好了 因為 這個時間已經晚了 但是裡面 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意思 我們現在看看 看看能不能夠 我不會說完 不過我給大家意思 回家自己看 然後有個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 人得救到底是聖靈呼召 聖靈感動 叫為得救 因為人的缺自信主 這個在神學上 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 加爾文就是 神在你身邊做功 他感動你你信主 而阿彌尼亞就是人缺自 大家都聽很多 缺自信主 到底聖經是說什麼呢 這裏我就說出一些經文 大家想 下一次說好嗎 下一次說 因為這裏說到 預定論 是一個很大的神學的觀念 我們就 這幾個觀念 我簡單說 到底是否人缺自 第二 就是說 所以人得救次序 是甚麼 反轉 然後 對於人可以抗拒聖靈 那麼 在加爾文的神學 就是說 當天神感動人 信主 是不能夠抗拒的 他說 到底是否 還有 加爾文就說 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那麼 聖經是有講到可以離開神的 那麼 他為甚麼 全部這些經文否定呢 他就用一眼一 主要一句經文 就是說 沒有人能從神的手裏 將主的羊拿走的 但問題就是 哪些是主的羊 他的定義就是 凡是一次信主 就是主的羊 但是聖經說 他們可以跌倒 而 很多的 就是另外的神學的看法 就是說 簡選的不是一次信主的人 是以後 而是一生繼續信主 才是簡選的 即是有些信一陣 你看他的經文 很清楚說到 人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 加爾文全部都否定了 這些經文 他全部都說 他只是警告你有這個可能性 其實是不會發生的 即是零發生 即是 耶穌說到 將來很多人跌倒 是不會發生的 其他經文大家可以回家看 看完之後回來可以討論 這個也是一個大題目 因為 因為 這個 可以說 是神學的方向 三個方向 三個方向是甚麼 加爾文 你要讀神學 你就會知道這三個神學 加爾文就是 John Calvin 就是 他是雙重二道論 以及 聖靈感動的人 人是不可以抗拒 聖靈感動 一定會信主 而且這些人一定 一次得救也得救 就算他軟弱 只是暫時 他將來都會一樣得救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體法 Amenius 就說不是 是人是有自由意志信主 到底是否 不是 你看經文 最初那裡 信主是否自由意志 而 路德會的信仰是甚麼 路德神學 就是 聖經是說了神 簡書人 那些人得救 而且是聖靈感動人 所以人會信主 不是人 厥自信主 而是聖靈 改變他 他重生了 他一信主 聽到道 接著他的心 重生了 接著 那些人說 你一起祈禱我 他在猶疑 猶疑甚麼呢 我相信這些人 我以前不相信 信不信呢 他是猶疑 應不應該信 不是說 其實他裡面是想信的 他已經改變了 不過他說 他裡面有一種很大的動力 然後他回應那個聲音 他就說信主 其實他就不是厥自信主 他是信了主之後 他決定舉手 是聖靈改變了他 接著他說 好吧 我舉手 我信主 這就是聖經的看法 那 劉德會認為 就是說 人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一定是保守 即是說一直到底 但是你真信耶穌 依靠耶穌 你又不用怕 我鬼落袖 當然就糟了 那我就說 我不知道我不是一直信到底 那你堅持 我依靠耶穌到底 那我就會得救到底 我們下一次會看這些經文 詳細研究一下 那大家 將自己寫的名字 留下 或者拿回去研究 你不會忘記 剛才幫我們欣賞神的工作 多謝神的工作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一起祷告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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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已經計劃定了 不是臨時忽然間 他才做事 而是 你一早已經決定了 是會幫助我們 在萬事中幫助我們 而你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然後你就挑選我們 然後你就呼召我們 然後你就呼召我們 你又稱我們為義 又叫我們能夠得出榮 又多謝你 和我們有這麼密切關係 這樣深深愛我們 求你幫我們欣賞神的工作 回應神的工作 聽你的話 時時願意愛主 凡愛主的人 或是都會叫我們得以處 多謝主 多謝主 多謝主